我現在就在德國的Stuttgart 試眼前這一部新一代的A6 雖然大家看到這部新車時 都會覺得很熟口臉 但由頭到尾連餡料都是全新的 面對著這部車我有一個問題 究竟比Benz E-Class和寶馬的5系 厲害了在哪裏 沒有那麼厲害的地方又在哪裏 無論在香港或全世界 房車市場都好像喝我收縮水 即是越來越縮 因為大部份都被SUV吃了 很難怪的 因為SUV的造工 科技 底盤的特性 已經很接近房車 接著它還大部高高身 很多人都很喜歡 但是否房車就沒有問題呢 其實當你真的駕快一段 你仍然會欣賞房車那種 比較隨心一點 比較輕鬆一點的駕法 因為它的重心真是低 它的平衡會做得更好 不過這樣有多少人會開車呢 說回這部新的A6 市場上對手雖然現在市場差了 但仍然是很多 一部E-Class 一部5系已經很棘手了 A6系統一向都是競爭 而A6也不是打過很多長勝仗的一部Model 如果拿這部新的A6 在我德國現在的狀況之下 大概簡單地試一下 感覺是怎樣呢 我發覺它整體的Ride是高了很多 現在是有點像E-Class 偏向舒服寧靜 如果單獨跟上一代比 真的靜了很多 唯一我是覺得它 因為不知是否21吋特別闊 所以Tie的路燥多了一點 但也不明顯 但懸掛的Ride quality是非常高 即是那種又不是浮 但軟軟的感覺 好像過濾得很乾淨 這些東西 蓋子做得不錯 又不會像寶馬 比較實淨一點 我的Ribbon會感覺得清晰一點 當然有些人喜歡這些東西 但如果作為一部舒適的房車 這部已經是其中一部 最舒適的這一類房車 現在正在使用的是3000V6 那副計 POWER就這樣駕駛 沒有投訴 你怎會有投訴 有300多元 大哥 你想怎樣 但我剛才快一快的時候 我又覺得它能夠快 其實有點像我上次 在南非試駕A7 你普通駕駛會覺得 好像很多東西都很不錯 不錯 但快一點上來 它又不會給到很強的刺激 你突然間信心爆爆 但它真的能夠快 未至於信心爆爆 但你從來沒有擔心過 這件事反而 一直都是 Audi很厲害的東西 再加上這部是有AIR SUSPENSION的 我不知香港版本會否有 有也很貴 雖然整輛車看上去 好像沒有E-Class 不是那麽大價的感覺 但駕駛起來 它是這些優惠房車 真是很高的表現 如果大家以前覺得 Audi和Benz的舒適度有距離 這輛已經沒有距離 你再坐後座 後座空間其實是 腳位比E還要闊 還要深一點 不過左右的位置 看上去總是覺得小小的 很低色 好像不太大 但實際空間是OK的 都算有良心 不是做一個實用空間很少的車 這個設計整個雙屏幕之類 其實它一路路逐RD都會用下去 我自己還沒用 因為要按一按按 然後不按 但是美好的感覺 不過要清潔一下 因為真的常常有手指 但如果回答我的問題 這部A6相比E-Class 相比於5系 其實我會怎樣離定它們幾個定位呢 5是很寧靜的 就是新這一代 駕駛的感覺起碼較為強烈 現在這部A駕駛的感覺不會那麼強烈 但它做到的 它做到的能力是比E還會高的 舒適度它會拋離5系一點 但比E很接近 真是很接近 唯獨就是看下去的感覺 整個視覺觀感 你會覺得是比較沒有我種的luxury那種感覺 它是比較像一些新派 所以沒有做到很容易 令人覺得這部車很豪華那種感覺 但它用料是否不好 又不是不好 而是兩種取態 事故而知大家都是豪華的話 其實是兩種方向 兩種個性 幾分鐘 侍濕 兩種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